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2日闭幕 这次定调明年中国经济政策走向的会议认为 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 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对此局面 会议提出 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专家表示 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实力大幅度提升等 都是世界大变局的突出体现 那之所以会发生这个大变局呢 主要是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还特别表现在新科技革命的影响持续的显现 所以技术已成为大国竞争焦点的这个主要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能够看到全球的经济增长比较低迷 经济的前景 主要经济体的前景 也比较的不明 我觉得还是一个结构性转型这样的一个较量 目前处在一个比较深刻的转型期 这实际上是现在最大的变数之一 我觉得在当前这个大变局下呢 我们要内外兼修以内主 对外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做好国内的改革和发展的工作 主要的经历 我们就觉得应该放在这个这个国内的改革发展和创新上面来 我觉得中国参与这个新一轮国际竞争的这个两个主要的驱动力 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创新驱动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好市场驱动 会议提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包括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加快国资国企改革 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 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 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 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等 对此专家表示 我觉得当前这个中国经济 其实还是具有这个比较好的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仍然是在一个中高速中速的区间当中 我们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说的几个都是重点的改革事项 比如说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完善产权制度 要素市场化配置等等 都是切中了当前中国经济痛点的 未来就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稳定民协信心和预期 更好激发经济活力 还是非常可期待的 此次会议还提出 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方向走 包括加强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 继续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降低关税总水平 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 加快多边自贸协议谈判等 近年来 中国已推出一系列措施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包括出台外商投资法 持续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主动下调进口关税 新增自贸试验区等 专家表示 过去中国开放 主要遵循既有国际规则的 履约式的开放 相对被动 而一系列最新部署表明 今后中国开放的主动性 自主性将进一步增强 更加契合本国经济发展实际需要 现在全球的经济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盛行 而中国现在积极主动的 扩大开放 就是更多的让中国 广阔的市场 以及中国这么些年来的 改开放的功力 能让世界更多的国家 来共同参与 共同分享 所以这样的一个 积极主动的开放 将不仅促进 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 对于现在低迷的世界经济 带来的更多 确定性的积极信号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